今天苏小编要来介绍两个虎伟文化的重地 首先是云林故事馆 在日治时期是虎伟俊首官邸 是超过百年的历史文化 苏尔元担任现场时努力提升云林文化力 成功与丰态文教基金会合作打造 鼓励唐立方老师坚持经营走下去 成为云林第一座历史建筑再利用的经典案例 故事馆也在2013年荣获文化部 公有古迹历史建筑管理维护评件计划奖 再来是虎伟合同听社 在日治时期是合署办公关署 民国103年时在苏县长的吉利邀请下 陈平总事长吴清友前来设点展店 用行动支持台湾在地文化 并结合国际咖啡品牌星巴克一同进驻 融合书香与咖啡香 让虎伟成为文化共创 创意共生 生活共享的阅读新场域 因为苏县长的努力 创造了云林史无前例的古迹活化 让这些老历史拥有了新生命 欢迎大家来听听故事 喝喝咖啡 感受一下虎伟的文化气息 感谢观看